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宜兰县政府在二龙河中段进行输郡工程,但下游水闸门开启与否,令水利会陷入仰南,日前邀集养职业,地方协调,却上演一出全武行,还有人被架拐子,火药为四射,协调会无疾而终。 对此,水利会解释,近期会再开协调会,让双方平和讨论二龙河从国武高架桥下至下游玉龙桥段,河道出现淤积,地方长期争取经费书郡河岛,县福也在今年投入约1700多万元经费,书郡国武至玉龙桥段长约一公里河段,工程在近期发包动工单动工以来, 因为二龙河附近养职业,农田有用水需求,下游四成港镇至水闸门因此关闭,让养职业者,农友方便取水,但水门未开,也被治理会影响到河道的输郡作业,水位不降,怎么输郡? 二龙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诚质疑,二龙和书郡,地方等了许久,但工程动工以来,河道水位都维持高点,怪首产上来的都是河水,大幅影响书郡工程进度。 为了协调水闸门起闭时间,宜兰县农田水利会昨天召开协调会,沿你每周开启闸门两天,让书郡工程顺利进行,也减少养职业损失。 不料,协调会进行途中,在场养职业者与关心书郡的地方人士疑似一年不合,当场上演全武行,出席的宜兰县养职业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登科被反对方架拐子,两边拳打脚踢,互不向让,我要为四射,讨论嘎然而止。 对此,水利会说,双方火气仍大,会在找时间邀及双方协调,让事情和平落幕。